苗栗县推广县内11处休闲农业区 举办休闲农业推介会 详细的介绍体验行程 食农教育 旅色旅游 运动观光等 特色的旅程给了旅游业者 那么县府也公布 已经是顺利了 美合了有102团 广邀更多的游客前来 苗栗县11处休闲农业区 展示各休区特色 透过推介会 邀请各地游客前来 当然要感谢我们 很多旅行业者 也愿意来帮休区推介出去 今天推介会这样就一共 组了102团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当然苗栗的观光 还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也感谢水保署 这个大力的协助 那当然我们农业处 对休区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的注重 这也是我们市政的重点之一 旅行业者齐聚苗栗 感受农游魅力 苗栗县是全台休闲农业区中 获得最多金牌农村的县市 除了在地食材料理 绿色旅游等都独具特色 推介会也邀请各休区展出成果 基本上我们都想要去研究 更多新的景点 像我之前走了一个湖东回来 你知道吗 后续找了很多客人就觉得 你怎么有这种湖东的一个休闲农场 真的那么美 这么那么棒 苗栗的确就是有蛮多潜力的 包含休闲农业区这一块的部分 那刚好也结合我们线上的平台的部分的话 就是有除了台湾市场之外 还有境外旅游的部分 那现在国情 疫情结束 国情打开了嘛 那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引进更多的外国客人 来苗栗疫情玩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业者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产品拿出来 将来它就是你的代表座 让苗栗成为一个旅游客很喜欢来的一个好地方 然后会回味 那个做口碑的将来回头会有很多 苗栗新长中东景也公布 推介会已经顺利媒合102团 期待更多的游客加入 体验苗栗金牌农油的丰富行程 感谢您的观看